一年多前的江先生 出门总怕别人多看他一眼 生活就是 就是怕被人家笑 不敢去面对人群 因为都要穿长裤长袖的 大部分的人不认识肝癌 他就会想说这会不会传染 肝癌一般我们俗称牛皮癌 它其实是免疫系统的问题 它不会传染 那是体质发生改变产生的 肝癌是一种表皮增生过快的疾病 患者身上会有松散的银屑 或是红色斑块 症状轻微的擦药膏 吃药或照光治疗就能够控制 对江先生而言效果不显著 于是他申请健保给付注射生物制剂 每周要打两针 整整打了一年多才逐渐痊愈 尽量不要像熬夜 或者抽烟喝酒 这些太过刺激皮肤的免疫系统的情况 它就会比较容易再复发 黄先生是资深设计师 擅长帮客户解决疑难杂症 最近脚底出了问题有些苦恼 走路就是有点会痛 喜欢早就脚皮软一点 搓一搓就有很多血 可能搓太用力就会裂掉 好像原来正常的皮肤 它会有一些保湿会有弹性 那它这个已经角质化之后 就已经整个变成就是死皮 那你这个裂开就会变成后续的伤口 那就有可能会变成 对 刺发性的 甚至像蜂波性的阻子炎 这里一条那里一条 裂痕像是毛毛虫爬上脚跟 天气越冷越容易恶化 医师研判可能是黴菌感染 也或许是免疫系统造成 必须要好好检查 昨天吃太辣了 好痒好痒 急性蜘蛛疹来去一阵风 顶多发作两三天 相反的慢性蜘蛛疹 反复发作会持续好几个礼拜以上 一般来说它是有一些特殊的体质 或者是它可能有一少部分 它有一些过敏源造成它 就是诱发它 那身体免疫系统它持续的发炎以后 那一般超过六个礼拜以上的时候 持续它就是可能变成一个 慢性的蜘蛛疹 冬天盛产的草莓 因为含有水洋酸 会间接诱发慢性蜘蛛疹 患者最好少吃 另外像是花椰菜或蜗菊 芹菜 则可以放心大口的吃下肚 不会让你长蜘蛛疹 不长皮肤的麻烦